新增57宗新冠肺炎确诊 本地感染占55宗 其中25宗是源头不命 另外多个患者不知 葵中一间安老院一个院有确诊 超过40个院有和职员叠为密切接触者 而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多户有人确诊 总数增加到4户 大厦列入强制检测名单 再多一座大厦需要做强制检测 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多一个单位 有确诊个案 累积4个单位共8个人确诊 当局说其中两个单位是同一层的双轮单位 其余两个就是楼上楼下同一号数的单位 新个案也包括葵聪仁测医院 国育章夫人护利安老院一个81岁女院友 她无病征 星期一到过明外医院做覆诊抽血 在院舍和她同层的40多个院友 和多名工作人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需要送去检疫中心 关不关是出去呢 其实未必有关 因为第二天就已经去了做检测 就是那个老人员 当然这个都要看回其他的院友有没有问题 当然我们都担心在院舍里面 会不会已经有个爆发 我们不知道 因为可能有机会是大家都没有病征 大约50个初步确诊者有医护人员 包括联合医院外科病房一个女护士 她工作期间没有做高风险医疗程序 没有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四个同事曾经和她吃过饭 需要检疫 伊丽莎白医院骨科病房一个兼职学户也初步确诊 最后一日上班在星期二晚上到星期三清晨 三个医护人员和一个亲友曾经和她吃过饭 需要检疫 而那个亲友也是学户在大保医院工作 当局说源头不明的个案比率仍然高 市民不应该掉以轻心 每一个源头不明的个案 可能都会散发一些相关的个案出来 变成这种情况如果一直都维持着 其实都很难 都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看到跌下来 如果中间万一大家有松懈 或者有聚餐或各样的活动 那很容易又会升回 无线电视记者 杨培斯 报道